一百二十号 请到第三准时就诊 好美啊 你好林医生 我是和您预约过的 你还记得吗 哦哦 当然记得 助理还特别提醒过我 这个约很重要 请问您有什么症状 哪里不舒服 我最近每天胸口很闷 闷得厉害那医生 胸口 那 那还有其他症状吗 就是胸口闷啊 怎么林医生不信吗 你这是做什么 您可以摸一下呀 摸一下 你就知道了 不用了 这个胸口闷的话 那就先拍张心电图查一下吧 我最近画了一张画 是古代的我 是古代的我 穿越到古代 就是这幅画 您看看 小姐 你是不是挂错科了 精神科在楼上 林医生 我没有神经病 昨天我还做梦了 梦中的人告诉我 对着化妆人的眼睛 对视三秒 就能穿到古代 可是 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小姐 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出去吧 不要影响我给别人治理 我真不是精神病 要不 你试试 就对视三秒 我试什么试啊 赶紧出去 你试试 就看一眼 搞什么 这 Cosplay 父亲 小贼醒了 此人三更突然出现在我李福 此等着装更是见所未闻 不是贼人 也肯定是庞国的奸细 此人万不能留 请父亲处置 喂 赶紧给我解开 小心我告你们 你们谁啊你们 今天怎么境遇到神经病 放肆 好大胆的小贼 竟敢在我李府喧闹 什么李府 你们 是在拍戏 我可没同意出境啊 小心我告你们侵权 你传我李府所为何事 快快从事招来 敢敢有一句假话 就别怪我用刑具招待你了 说什么胡话呢你们 此言何意 什么何意不何意的 玩呢 说人话 能不能说人话 我是衣裳 我不是演员 你们这是非法求禁知道吗 赶紧给我放开 快点 放肆 你究竟是何人 赶快从事招来 不是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知道你给我放开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小贼这嘴真硬 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三宝 在 少爷 给我好好治治他 尤其是他这张嘴 怎么 还想打人啊 我告诉你 这可是法治社会 你碰我一下 是 好好好 你们还真打 我要报警 你们给我挡仗 非法求禁家故意伤害 你们完了 嘴巴里叽叽咕咕念叨啥呢 这个人真是太可疑了 怎么会 这道具有点比真啊 这戏服 它是不是 帽子坏掉了 您试试 就看一眼 我穿越了 什么来 这是何物啊 这是什么妖物 什么妖物 那个 你们是哪朝的 父亲 请看 少年 这是何物 为什么会发光 对 快说 还有 究竟是谁 我 我要是说 我穿越过来的 你们信吗 呼言乱语 何为穿越 你是不是西域派来 我朝谈判的使者 我不是 我不是什么使者 你们相信我 我真的是穿越来的医生 父亲 依我看来 他定是敌国派来刺杀您的奸逆 万万不可留 什么不可留啊 我不是反贼 我也不是刺客 我是医生啊 你给我放开 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什么是穿越 既然如此 就不留了 以免出现祸乱 是 父亲 三毛 速速将他拉下去 按刺客处理 速速了枪了地 是 少爷 什么 你们要杀了我 有话咱们好好说 没必要动大动枪子吧 我离府能是你这种怪力撒野的地方 走吧 慢着 我是来自2023年的 不要杀我 我对你们很有用的 老爷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已经一炸的成何体统 小姐的病情又恶化了 现在已经命不久已了 可有通知医馆来治 小姐病情严重 几位医官都束手无措 无人能治啊 废物 都是废物 小二 这个怪人就交给三宝处理吧 你随我前去 不要啊 李老爷 我有办法 可以救小姐 什么 做什么 你有办法救情二 我是医生 求你让我去查看小姐的病情 我肯定能救 何为医生 医生就是大夫 治病救人的 我医药箱子都一块穿来了 我信你看 休得胡言 你分明是将死当头 联造谎言 你再怎么看 我不像是大夫 求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现在小姐不是命宣一线了吗 就死马当活马医了呗 说不定我真能治好 三宝 将此人速所压下去 九地正法 等一下 父亲 这是此人的诡计啊 你真的是大夫 当然 我真的能救小姐 如果我当真救不了 到时候 你们一起处置我 也来得及啊 好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就好了 许你良天百亩 黄金百两 可若是救不好 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没问题 成交 父亲 你不要听大夫言 这个怪人不知道 从哪冒出来的 万一把晴儿给治坏了 现在晴儿已经无一可治了 不妨就让他 给他松绑 给他换身装扮和头饰 这种装扮简直不堪入目 出现在我黎一府 成何体统 孙大夫 我的晴儿怎么样了 哎 李老爷 千人小姐 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要是治不好情啊 我让你们陪葬 李老爷饶命 千人小姐病得太重 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是啊 晴儿小姐得的是金创镜顽疾 此为绝症啊 哎 那不就是破伤风吗 在古代算绝症 但是在现代算小病啊 癌症抗没素就好了 都是废物 再给我想办法 我现在就要你们的命 哎 您要我们的命也没用了 这个病从来就没有人医好过 哎 李府 还是先给晴儿小姐准备后事吧 准备什么后事啊 我还没有看呢 哼 哪里来的狂妄之辈 少年 你不是说你能治好 晴儿的病吗 赶紧过来看看 老爷 真可相信这种狂妄之辈啊 我说能治好 就一定治得好 又不是什么大理 笑话 你说什么大话啊 金创镜 几千年来都是绝症 根本就无人能医 根本就没人治得好 哼 那只是能绝的 晴儿小姐 是不是近期出现外伤 请没有及时的救治 废话 金创镜 本就是外伤导致 不行医的人都知道 小姐这是腿部受伤 而导致的金创镜 好 那就好办 我能治好 而且是痊愈 还说大话啊 少年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 能治好已经是奇迹 莫要再打狂语 老爷不必担心 我现在就是给晴儿小姐一致 小子 要是治不好 把你千刀万剐 你们在这儿等着就行 这古大的女孩子 长得可真漂亮 真是清国清城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医治啊 我现在就医治 别急 我倒要开开眼 看看这金创镜 是怎么医治的 你不给小姐治病 拿出这东西是什么 给你说了你也不懂 我得要先给小姐诊断 住手 小子你干嘛呢 我 我再给晴儿小姐诊断 什么诊断 分明是想把你的手 生进我妹妹的衣服里 行禽兽之事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大夫 诊断都不把脉 拿这个怪物东西晃来晃去 简直就是笑话 父亲 请你远转 儿子现在就把这个人给绊了 唉 我真服了 没文化真可怕 你们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你们治不好 还打扰别人听诊 举心仆测吗 你咋污蔑我 小姐马上就要断气了 我有我的方法 难道 你们想看着她死去吗 听明白了 就麻烦安静一点 哼 真是笑话 我行医几十年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能诊断病情的 闭嘴 让她诊断 父亲 一看就是要占便宜啊 闭嘴 琴儿小姐的情况是挺严重的 知难而退了吧 什么知难而退 这就是个破伤风 小病而已 琴儿当真有救 当然 这就是伤口感染 引起的破伤风 如何医治 我李府与倾家荡产 无条件地配合你 不用那么夸张 我正好有待抗霉素和抗生素 这又是何物 这叫注射器 我等会儿把药物灌进去 扎到小姐体内 什么 这分明是想治其二于死地 对啊 治病 哪有通过这个怪物将药物扎到人体内的道理 你们俩是真的烦 孤陋寡闻 在下通读上千本艺术古籍 也未曾见到如此行医之术 这病若是能治好 我愿自尽而亡 在下也认立事 你们都立事 那我也立事 我要是治不好 哪怕砍头 腰斩 凌迟都行 好 少年 秦儿就交给你了 按你的方法医治吧 还是老爷会眼识珠啊 小小年纪 不是天高地厚 那位小姐 你去把小姐的裤子扒了 我要给她打针 啊 啊什么 你快去啊 臭小子 死你很久了 这 还有把小姐的衣服 简直羞杀老夫 无法无天 我是要把这 我调制的药水 通过小姐的臀部 打进小姐的体内 什么 臀部 你还敢说 你打我干嘛 我只要打你 还要杀了你 够了 不要再胡闹了 让她治 为你临死之时 她还要羞辱 是可忍 说不可忍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给我放开她 放开 按照她的方法医治 反正她在我们手里 要是治不好 她也活不成 那还不赶快把裤子扒了 老爷 去吧 是 简直不肯入目 已经好了 那个 我冒昧地问一下 少年使用的 可是银针 什么银针 你说的 不会是我手里的针管吧 我刚才说了 这个就是注射器 不是什么银针 哦 线下已经没事了 不出意外的话 两个小时之内 秦儿小姐就会醒过来 哦 何为两个小时 呃 就是 一个时寨 那要是一个时寸 还醒不过来 怎么办呢 一个时寸 醒不过来的话 那就两个时寸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 好 我就给你两个时寸 若是两个时寸 醒不过来的话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行 没有问题 我再给秦儿小姐 刮个吊瓶 李老爷 冒昧地问一句 这位怪少爷 是哪里认识 他用的这些东西 明显不是我朝的呀 要是秦儿醒不过来 不管他是什么人 来自哪里 他都活不下去 小子 马上可就一个时寸 我妹妹要是醒不过来 你就完蛋了 你急什么 我不是说要两个时寸的吗 哼 不管是几个时寸 小姐都不可能会醒过来 这些都是糊弄人的霸气罢了 嗯 怎么 难不成你还盼望着小姐醒不过来 你 你这是强测多理 醒了 小姐醒过来了 真的吗 小姐 慢点 秦儿 你终于醒过来了 父亲 不 不可能 嗯 怎么不可能 秦儿这不是已经醒过来了吗 秦儿小姐 明明已经病入膏肓 掩掩一息了呀 父亲 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啊 这不可能 金床警是不可能被治愈的 绝不可能 嗯 你们两个 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要是能治好 你们就自禁 是吧 不可能 定是你施展了妖术 哈哈哈哈 诸位不要再争吵了 少年 我问你 秦儿 能否痊愈啊 啊 当然没问题 秦儿小姐 这是小病 等我帮她消炎 再帮她处理伤口 然后 再配合我调制的药 不出三天 秦儿小姐 便可痊愈 这 真的吗 太好了 太好了呀 父亲 这位是 这是你的恩人哪 秦儿啊 是她 把你从鬼门关给拉回来的 真是谢谢公子了 小事小事 少年 你该怎么称呼啊 啊 免贵姓林 明子昂 来人哪 在 住所 医务 还有我之前应允的良田百姆 黄金百两 是 老爷 真 真的给我 那当然 我李某人 向来说一不二 父亲 嗯 秦儿他只是醒了 还没有痊愈呢 无妨 等痊愈之后 我还有重礼相谢 那就多谢李老爷了 哦 我现在 就去调配秦儿小姐所需的药物 放心吧 三天之内 我保证秦儿小姐 药到病除 啊 这 李老爷 既然秦儿小姐已经醒了 那我等就先行告退了 等一下 现在就想走啊 刚才说好的赌注呢 什么赌注 怎么 现在和我装糊涂呢 什么赌注啊 你们自己说的 我要是能治好秦儿小姐 你们就 自尽而亡 不认账了 少年 刚才都是我们口出狂言 万望少年见谅 是啊是啊 我们是绝对没想到 少年竟有如此神奇艺术 实在是令我等感叹 真是佩服不已 光佩服就完了 赌注呢 我 我们 这 两位医官 既然赌输了 就该信守承诺 愿赌服输 林老爷饶命 林公子饶命啊 林公子 你治好了我的女儿 林公子 我今天就给你做主 如果你想要他们的命 我随时去 林公子饶命啊 是我们有眼无助 林大夫不杀真 还不快滚 是 两个狂妄之辈 林公子 刚刚是我有眼无助 冲撞了公子 只是不知道 接下来该对秦儿 如何用药啊 这个给小姐服用就行了 三宝 快给小姐熬制 不用熬 直接服用就行 一天三次 一次吃两个 林大夫用药如此神奇 真乃神医 我一个穿越过来的小衣裳 没想到 到了这里还成了神医 李老爷过奖了 对了 之前答应过我的黄金百两 什么时候给我 林公子可随时娶 不过老夫 还有个不情之情 老夫恳请 老爷 不妨说来听听 老夫恳请林公子 留在我们李家 老夫可以向朝廷 申请您为五品医官 五品 没想到 我在二十一世纪里 混得平平悠悠 到这里就成神医了 那我拥有二十一世纪的思维 在这里 岂不是要混得风生水起啊 好 我答应你留在李府 父亲 您当真要对这个什么 林子昂为以重任 当然 年纪轻轻 一数就远超朝廷二品一官 可见林公子是有本事的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是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你看他的装扮 根本就不是本朝中人 您插在朝中身居要职 我担心他是别国的奸细啊 我而言之有理 此人不可全访 也不可不访 多加小心便是 是 林公子现在何处啊 再给秦儿看病 龌龊 扶着 秦儿小姐 我给你解释过了 我是在为你诊断病情啊 你把这东西塞到我医务里 是诊断病情吗 我看你分明是 是什么 明明是想行龌龊之事 玷污我 行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你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你别忘了 你的病是谁给你治好的 你 要不是我 你现在啊 都见阎王爷了 你是哪里的医官 为何你的治疗手法 我从未见过 我要是说 我是几百年后的医官 你会相信吗 啊 这 这件事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说了 你也不会相信 总之 现在我已经答应你爸 啊 我爸 哦 就是你父亲 目前留在你们李府了 既然是 你真的是医官 那你治病的方法 怎么和其他医官完全不一样 不仅仅是治病 我有好多地方 都和你们不一样 因为 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 啊 不懂 也难怪 这种事情 放在谁的身上 谁都不会相信的 对了 前二小姐 我想问你个问题 啊 你有什么问题 你 结婚了吗 晴儿 赶紧去前厅 赵公子到了 啊 什么赵公子 就是今年的新科状元 今天过来 向你提亲啊 我说了 我不愿嫁给赵公子 婚姻就是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这不是你一个小女子 能够做主的 李少爷这话 可就是说错 这种婚姻大事 我觉得 当事人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你找的医官 我们李府的家事 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 况且现在 晴儿已经好了 你就不要整天待在我妹妹的房间了 即便如此 你们也应该尊重 齐儿小姐的意愿 住口 你当敢再多嘴 又伤你十个大板 啊 行了 赵公子和父亲都在正堂等着呢 你收拾收拾 赶紧过去 你哥是不是缺心眼啊 你 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你 那个赵公子 我见过 虽说是当朝状元 但是我不喜欢 我不想嫁给他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帮你 啊 你当真能把我的婚事给退了 当然 我自有办法 你只需要 相信我 可是 这婚事是我父亲定下的 你能有什么办法 听我的就行了 啊 我保证让什么赵公子 灰头土脸的滚蛋 赵公子 稍安勿躁 小女马上就到 不急 无妨无妨 秦儿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秦儿小姐 可否还记得赵摩 父亲 秦儿来给您请安 秦儿啊 赵公子你之前也见过 她对你可是爱慕得很啊 是啊 听闻秦儿小姐重病 在下担心的 也不能累 有劳赵公子担心了 现在秦儿小姐能痊愈 真是可喜可贺 有劳赵公子担心了 现在秦儿小姐能痊愈 真是可喜可贺啊 幸亏是林大夫 救了小女一命啊 改日 我一定好好感激林大夫 改什么日啊 哦 您是 我就在这儿呢 要感激 就赶紧赶机吧 所以您是 哦 这位 就是我说的林大夫 哦 林大夫 医术超神呢 还以为会给我赏钱 林大夫 你可以下去了 我没有家事要商量 不太方便有外人在场 不 林大夫是我请来的 啊 是秦儿邀请的客人了 可是秦儿 今天的事 确实不方便有外人在场 送客吧 不要 林大夫是我重要的客人 赵公子 你也是外人啊 就得无力 行了 都不要闯了 林大夫也是我们李府的人 就在这儿待着吧 啊 李大人 那我们就开始谈的正事 这是晚生准备的聘礼 想向秦儿小姐提亲 还请李大人成全吧 哦 原来如此 我 父亲 啊 怎么了 秦儿 我不愿嫁给赵公子 放肆 你本不该打断上亲讲话 现在还出言不讳 你可知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赵公子贵为当朝状元 现在在朝中又身居要职 秦儿小姐 对在下是有什么误解 怎么会呢 这可是门当户队的好姻缘 可是父亲 我并不喜欢他 婚嫁乃父母之命 由不得你儿女情长 秦儿小姐 你与我成亲之后 我定当全心全意待你 不 不是这样的 况且 我的才华在朝中 无人能及 除了我 没人能配得上你 谁说你的才华 无人能及啊 怎么 你敢质疑我吗 林大夫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 我本来没想说话 就是听到赵公子 说他的才华 无人能及 我不服气 林大夫 你有超强的医术 我知道 但是论起才华 你可能有所不知 赵公子 无论在歌词师父 还是算术算账方面 在我朝都是首居一职 是啊 秦儿 你就嫁给我吧 是吗 这样的话 我倒想和赵公子 比试比试才华 什么 你想跟我比试才华 就凭你 真是不自量力 正是 怎么 你不敢吗 难道你怕了吗 非也非也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有人敢跟我比试 真是头一回见到 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林大夫 你就别凑什么热闹了 少在这儿多管闲事 快点滚出去 怎么每次都有你的事 李公子 赵公子是不会和你这种 无名鼠辈比试的 与你这样的大夫 比试才华 简直是对我赵某人的 极大侮辱 赵公子 莫不是不敢和林大夫 比试吧 难道 你真的这么害怕 输给他吗 什么 你说赵某不敢 同一个大夫比试 简直是无稽之谈 是罗子 是马拉出来 溜溜就知道了 还是说 赵公子自认识 那不敢见人的罗子 好好好 鸡匠 成功了 行 那我就同你这个大夫 比试一方 我就不信 我堂堂一个状元 还能说你个大夫不成 既然比试 那就要有点堵住 才有意思 这样吧 输了的人 必须接受诚 当然可以 你尽管说出来 你想要什么样的惩罚 反正最终输的人 肯定是你 要是我输了 我愿自断一闭 并且愿做赵公子身边的牛马 林 林大夫 这赌得也太大了吧 还有 如果我输了 我会服从你所有的命令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绝不反抗 任凭赵公子拆起 林大夫 你可是没有胜算的 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你可知你这些话的后果 真是口出狂言 好啊 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就等着看你如何对信诺言 赵公子 咱们还是先看看 谁会笑到最后吧 林大夫 万万不可 不 李大人 他既然愿意比 我必然奉陪到底 正好让秦儿小姐 亲眼见识一下我的才华 我才不稀罕看呢 那么 赵公子 倘若阁下败北 又当如何 我告诉你 不论彼是何物 无论何种方式 本公子 绝无败戒 我问的是 倘若你输了 又当如何自出 若是我输了 任你处置 行 你要是输了 我仅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倒是很想 此生休得在骚扰秦儿小姐 永世不得踏入李府办法 跟莫提迎娶秦儿之事 原来如此 竟是这个要求 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敢如此对赵公子出言不逊 怎么样 赵公子可否答应 行 你说吧 你想鄙视什么 方才听闻李老爷言道 赵公子在算书算账方面 颇为精通 赵某确实在这方面 颇有造语 这不过是本人的一点小消息吧 那就最简单 李府随便拿出基本账本来 我们可以借助任何工具 谁能最快 且准确无误地算出账本总和 就算谁赢 这样可好 真是有趣 林大夫当真这般不自量力 林大夫 三思啊 莫成口舌之快 快点道歉吧 老夫替你说情 你可知我曾经一个算盘三天时间 算出国库所有存银 并且分毫不差 这下我就放心了 还怕你实力太弱 让我胜之不 林大夫 真的没问题吗 跟我比这个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 还敢在这夸夸其谈 谁输声音还不知道呢 胜夫未定 别太早下结论 简直是不自量力 赵公子 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林大夫 我敬你是神医 再三相劝 请您务必再听我一言 老夫最后再奉劝你一次 此事兮深思熟虑 你若是输了 彼时恐难收场 就莫指望老夫相助了 听见没 要么 你现在跟我道歉 我饶你一次 然后赶紧滚出去 别在这耽误我谈解 赵公子打的算盘 我可是见过的 别说能赢他 就连接近他的人 都寥寥无几 好啊 那让我也见识见识 不过 我得提醒你 李诗诗最好拿自真本实来 不然的话 这场较量只会让你成为 全场的孝顺 林大夫 你这是自断性命 自取其辱啊 你管他干嘛 他要找死 就让他找死好了 林公子 你可有把握 请我放心好了 秦二小姐 既然如此 那就去取算盘 我不需要算盘 你说什么 不用算盘 啊 林公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我没听错吧 算账你不用算盘 你想用什么 山人自有妙计 我有自己的工具 那你就把你的工具拿出来 我们张张眼啊 好 就让你们看看眼 嗯 怎么又是这个破东西 哦 不知这是何物 为何会发光 嗯 没见过吧 你是和赵公子比试算账的 不是让你来这里展示妖物的 没错 我就是要用这个东西算账 赵公子 若是现在怕了 还来得及回 简直是笑话 我岂会怕你手中这样 这个东西要能算账 那要算盘何用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吧 好 那就开始 来人啊 取取取账本来 既然你们要比试 那就开始 这是离府最近几个月的流水账单 你们桌子上的两落一幕一样 你们谁能最快的时间算出一个总和 就算 为了公平起见 答案我已经提前写到纸条里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下官已然 随时可以开始 我也准备 开始吧 好 比赛正式开始 林大夫 赵公子都开始了 你怎么还无动于衷啊 就算比不过他 你也不能放弃啊 我的婚姻和你的生死 都在你手里呢 没事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内 你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好好好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开始算 雕虫小技 哎呀 林公子 若是算不过来了 就当面致歉 我还可以认练 小二 林大夫使用的 能发光的武器 你可曾在史书里面 见到过 或者听到过 父亲 此等妖物 孩儿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那又为何能发光呢 定是此妖物 被他在里面装了蜡烛 才会发光 这都是骗人的把戏 都是蒙蔽 你我的雕虫小技 我倒是觉得 此物并非寻常 你看 林大夫的速度 已经快于赵公子了 当快有什么 要算得准才行 好了 林老爷 这些账门我都算完了 啊 真的假的 谁人这么快 居然算完了 哦 啊 太好了 小 太好了 小姐 是林公子先算完的 林公子 这么多的账本 你短短不到半个时辰 就算完了 那是当然 区区几桌账本 不足挂持 你 你这定年是胡乱为之 他算得不可能对 林公子 你算的答案是多少 不妨拿出来 和我父亲先前写下的答案 做比对 可以 听好了 分别 黄金 两百八十三两二钱 白银 四千七百五十八两 粮食 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八金六两 啊 这 林公子真乃神人啊 居然和我写下的答案 一字不差 这绝对不可能 啊 居然真的一字不差 怎么样 赵公子 现在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吧 哼 定是你手中这回发光的妖物作怪 否则 仅凭你一个小小的衣冠 怎么可能赢过我 哼 诶 赵公子这是做什么 我这个东西 可不是你能看得懂的 赵公子 输了就是输了 你不会不认账吧 赵公子身为朝中之人 更要运渡服输 看来小女跟你无缘啊 李大人 下官不服气 他之所以能赢 都是因为他作弊 要不是他手中这个妖物 他不可能赢我 比赛前可说了 可以用任何工具 你可不要耍赖 要么就是你们串通仪器 提前告诉了他答案 怎么 你这是在怀疑我 下官不敢 下官只是合理的猜测 哦 赵公子不服是吧 不服好说 哦 赵公子不服是吧 不服好说 你不是说 你的诗词歌赋 也是天下一绝吗 不如 我们就再比一场 你的强项 诗词歌赋 哈哈 你诗词歌赋 那好啊 林公子 你已经赢了 没必要再跟他比试了 我觉得如果林公子 真有本事 那就不怕再比一把 林公子 如果这把你还能赢 那我不仅折服 而且我愿恳请父亲 把我妹妹许配给你 嗯 哼 李少爷说的可是真的 哥 你怎么 李老爷 你也听到了 方才李少爷说的事情 他可能做主 好 既然如此 就如他所说 如果你真的能赢过赵公子 就证明你的才华 比当今状元还要高 把秦二续配给你 我也放心 啊 父亲 好 那就一言为定 这次 你可不能再反悔了 父亲 你们怎么能把我当作赌注呢 怎么 难道我赢了 你不高兴吗 我 这次可说好了 你不能借助你那个会发光的妖物 放心 这次 就算不使用我手中之物 失词割腹而已 光动动嘴就行 好 可你这次怎么赢我 我赎背唐诗三百首 各个都是传颂千古的经典诗句 害怕打败不了你一个区区小状元 听你 那不是亲而易举吗 为公平起见 请李大人出 我出题可以 我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这次如果输了 那就是输了 不得狡辩 没问题 反正他是不可能赢得了我的 好 今日正好是月圆之日 那我的题目就是以月亮为题 即兴隐一首诗 谁更快更好 谁就能获胜 以月亮为题 那不多了去了吗 苏氏的水调割头 那不吊打了吗 没问题 以月亮为题 李大人 下官只需要一炷香的时间 就能赢出一手绝句 好 赵公子果然是才艺不凡 林公子 你呢 我一炷香肯定是不行 吃男儿退了吧 我就说你比不过他 那林公子 大概需要几炷香的时间呢 就怕给他几个时辰 他也做不出来诗句 这吟诗讲究凭则对称 讲究寓意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出好诗的 我只需要半炷香不到的时间 就能赢出 前无古人的空前诗句 半炷香 还前无古人的空前诗词 你 你疯了吗 林公子说话真是太搞笑 你就别笑了 你再笑 你的一炷香时间又过去了 好 那就开始 赞宝 变香 是 林公子在干什么 为什么还不动饼 啊 我好了 你好什么好 你一个字都没有写 就恐出狂言 哎 你别着急啊 李少爷 我都记在心里 好 那就请林公子迎来 定是乌言会 不堪入耳之子 我做的以月亮为题的诗词名叫 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 明月 几时有 把酒 问青天 不过如此 还以为你能做出什么好事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牢欲 高处不胜寒 其武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他就能做出如此诗句 转诸葛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时长相 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赵公子 这是怎么了 你 你到底是何人 林公子 我从小变读诗书 也未曾读过如此美妙诗句 而这首词 竟然是您片刻之间想出的 真是奇人啊 苏氏流传千年的语词 当然没妙 小小的一篇诗词 竟对话苍穹 想要明月 把内心的孤独 展现得淋漓尽致 却巧妙形容 人生如白菊过戏 转瞬即时 将万物的遗憾 描绘得如此动人 此乃千古绝唱 人间佳作 多谢李老爷夸奖 这只不过是 我随口一赢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真没想到 这世上竟有林大夫 这等神人 能创造出此等佳作 真是不可思议啊 嗯 李老爷过奖了 那您答应我的 把秦二小姐许配给我 别忘了就行 作弊 他一定是作弊 不可能有人 这么短的时间 迎出这么精彩绝伦的诗词 哈 赵公子 这是 又犯病了 赵公子 莫要在胡椒蛮馋了 你再这样下去 老夫也帮不了你了 李大人 下官还要再与他比试 请回吧 慢走不送 但是他 这 你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 找公子请回吧 下官告辞 你到底是何人 嗯 我 我马上就要成为 你们李家的女婿了吧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讨厌 秦儿小姐 你怎么走了 林大夫 您当真对小女友爱慕之情 爱慕啊 当然爱慕 你说了 我要是赢了 你就把秦儿小姐许配给我的 你有资格娶我妹妹吗 你不过是一个医官而已 还是我父亲封的医官 秦儿出口 把秦儿许给林大夫 哎呀 小旭就在这里先谢过岳父了 小姐 你这下倒好 放着堂堂状元狼不嫁 现在却要嫁给一个医官 你懂什么 那状元狼有什么好的 我还看不上呢 况且 这医官的才华 明显远在那状元狼之上 小姐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这个医官了吧 你胡说什么 我才不喜欢他呢 小姐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不过小姐 我和你说 这个医官林公子可神奇了 在你昏迷的时候 好几个三瓶以上的医官都束手无策 嗯 这个林大夫突然出来 他当时穿的衣服还有头发 简直是不堪入目 他竟然用一个什么像银针的 一个管子 扎进了你的臀部 然后小姐 不到一个时辰 你就醒了呢 什么 你说什么 他竟然碰了我的臀部 是啊 小姐 那个药管非常神奇 几位医官都看傻了 这个无耻之徒 嗯 怎么了 小姐 我见了他 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但是小姐 他救了你的命呀 那也不行 谁 秦儿小姐 是你 你在门口偷偷摸摸地干嘛 我是刚好路过 就要过来看看 嗯 这林公子还真是能说回到 小婉 你先出去吧 我和林公子有话要说 是 小姐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帮我解了围 嗨 谢什么谢 都是一家人了 你爸 呃不 你父亲 也答应我了 要把你许配给我 成你们李家的坠婿 择日成婚 我 我还没答应呢 那 你先再说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你没说话 那就是默认了 谁默认了 我才没有呢 哦 对了 你的病还没有痊愈 还需要进一步治疗 嗯 又是这个箱子 你需要怎么治疗 和上次一样 把听诊器 放在你的胸前 听一下你的心率 才能判断你的病情 听他所说 难道上次 真的是我误会他了 他并非是想占我便宜 那好吧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在干什么 啊 你 你进来 怎么不敲门呢你 你要是胆敢对我妹妹 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我拨了你 没有 哥 林大夫是在给我治病 并未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谅你也不敢 林大夫 父亲让你去一趟书房 他有要事要与你相伤 秦儿小姐 你父亲 肯定是找我商量婚嫁事宜的 啊 你 你进来 怎么不敲门呢你 你要是胆敢对我妹妹 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我拨了你 没有 哥 林大夫是在给我治病 并未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谅你也不敢 林大夫 父亲让你去一趟书房 他有要事要与你相伤 秦儿小姐 你父亲 肯定是找我商量婚嫁事宜的 我现在就过去 嗯 那你去吧 在这之前 我要送你一份定情信物 嗯 什么定情信物 哦 你看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从现代和药箱 一起带来的手机 就是利用它 我才能赢得过赵公子的 嗯 这到底是什么 那为何现在又不能发光了呢 可惜现在已经没电了 不会发光了 这到底是何物啊 说了你也不懂 你就留着吧 反正我也回不去了 就送给你了 嗯 既然如此 那我也送个礼物给你吧 嗯 什么礼物 这是我从小戴在身上的玉派 现在 送给你 哦 看来琴儿小姐 是真的喜欢上我了 你到底要不要 我当然要了 这可是我未来娘子的一番心意 曾有不要之理 放心吧 我定会说好 现在 我就去找我岳父去 走了 他人 其实不错的 不错的 这次便会说好 哦 不错的 这次便会说好